近年来不断有大批真人发发制品涌入美国市场 这些所谓的真人发发制品是由取自人类的真头发制成的假发套等产品 及大多来自中国 美国政府禁止几家中国大公司继续向美国出口此类产品 担心这些人类头发是来自中国东都决散居留营内的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群体 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限制来自东都决散的真人发发制品货运 已经针对几家制造商的货品发出赞扣令 人权组织指控说 自2016年起多达2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关押在许多居留营中 被称为黑精的真人发发制品行业 2018年为美国经济带来了25亿多美元的收益 今年6月中旬 纽约的联邦当局查扣了13吨 被怀疑是来自东都决散居留营的被关押人员的头发制成的各类发制品 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官员表示 这些发制品价值约为80万美元 是来自和田洛普县美西发制品有限公司 欧大利亚维吾尔族代表向议会透露他们所面临的恐吓和骚扰 中国当局透过威胁他们在东都决散的家属以防止他们大声击呼 维多利亚维吾尔协会主席阿里姆·欧斯曼在周五的听声会上说 欧大利亚维吾尔社区继续对其安全表示担忧 阿里姆·欧斯曼引用妻子的话说 我离开了家园 但我仍然生活在恐惧之中 如果我为祖国内的人民大声击呼 我恐怕我国内的家人会遭到报复 如果我不说出来 我就会感到内疚 因为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 所有自由和民主都只为自己 阿里姆·欧斯曼部中说 这是欧大利亚维吾尔人中普遍感受 欧大利亚天山妇女协会主席拉米拉在听声会上说 中国共产党正在以令人震惊的速度 增加对维吾尔族的压迫和控制 土耳其前总理 未来党主席埃赫迈德·达乌蒂欧鲁 在激党的米尔辛第一届神代表大会上 就议程问题发表演讲 他在讲话中提问 为什么对东都决散的破坏保持沉默 并继续说道 你们为什么不为我们的维吾尔兄弟大声击呼 你们对得起前东都决散民族斗争领袖 阿里普特金吗 我们不是从他那里学会了东都决散斗争吗 你们出于什么经济利益 而对中国的暴行保持沉默 世界大于五个 你们忘记了中国在这五个国家之中吗 我们不是被压迫者的声音吗 不是世界突厥人的保护者吗 美国国家金蓬佩奥说 中国在印度北部边界部署了数万名军人 蓬佩奥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 针对中国成立的联盟中三个成员国 欧大利亚、印度和日本正面临着中国共产党的威胁 本周初前往东京参加美国、欧大利亚、印度和日本成立的 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会议的蓬佩奥说 印度看到在北部边界有六万名中国军人 蓬佩奥在声明中批评中国针对武汉病毒疫情给予的答复 指控中国窃决知识产权 美国国务卿在东京会议之前 呼吁印太地区国家针对中国威胁性的军事行动 缓解起来共同抵制 他说世界长期以来受到中国的威胁 现在我们必须认真探讨这一问题 如果你们表现得软弱 就必要承担这一后果 蔡英文在台北总统府前广场 开取了以2020民主台湾自信前行为主题的国庆活动 在演说中分析了新情势下台湾的经济战略 在谈及积极作为参与区域合作的演讲内容里 蔡英文提及了对岸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并对其给予希望 他表示对岸领导人最近在联合国的视频演说中 公开表示中国永远不称霸 不扩张 不谋求势力范围 在区域国家哪至全世界都担忧中国扩张霸权的此刻 我们希望这是一个真正改变的开始